今天凌晨,因超第一轮的焦点之战,以曼城的取胜画上了句号,作为有希望争挂的两支球队,都升至每一场比赛的重要性,所以都踢得格外认真。 先看一下曼城队,除了没有首发刚刚归队的德布劳内,这应该就是本赛季曼城最佳的首发阵容了,阿龟罗丹剑头顶在前面,后面有德布劳内,斯特林和马和雷斯三大技能突破又能传球的球员,风险实力基本可以说是冠决英超,中后场有金多安,拉波特,斯通斯,贝尔南迪尼奥,斯通斯在世界杯上的表现相当出色。 如果能把状态连续到俱乐部,防守就是值得保障的,门迪和沃克两个边后卫的进攻和突破能力也相当强,让对面不好做出针对防守。 本场比赛,曼城的两个进球全部来自于门迪的助攻,曼城现在主要的战术就是两一进攻,因为边路的进攻好手,已经囤积了太多,之后不知道首发中锋,会不会换成热苏斯。 虽然热苏斯技术不如埃归罗,但从战术角度热苏斯绝对是可以胜任的,毕竟在巴西国家队热苏斯都能从菲尔米诺手中抢走手法。 如果不出意外卖成今年的联赛冠军还是稳了,再反观一下艾森纳,艾梅尼的联赛首秀,肯定吸引了很多球迷的关注,他们都期待着他能带给艾森纳新的活力和转变,毕竟离艾森纳上次拿联赛冠军已经有点年头了,阵容方面派出的基本是艾森纳现在所能派出的最好的阵容了。 门家方面,没有选择夏天刚买回来的兰诺,而是继续任用倩赫,倩赫全场做出了六次补救才让比方看上去稍微挺面一点,不过买了兰诺让他替补真的是有点虚才,但暴起现在的倩赫也有点可惜,不知道艾梅尼之后会怎么选择,枪手最大的问题就是边路防守很差,本来林真的难堪大用。 本场,两个失球全部来自于左路进攻,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,之后面对切尔西的埃达尔,令悟普的马内,曼联的桑切斯,都是会被轻松打爆的,艾梅尼还有时间去对球队进行改造。 本场任用小将古恩多茨,就是一个大胆的潮势,他是全队传球次数最多的球员,并且传球成功率也很好,还交出了四次抢断和四次拦截,让人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不得不说,在任用新人这方面,艾梅尼做得还不错,如果古恩多茨能踢出来,艾森要多年后要无力的问题,应该就能得到改观了。 总之枪尼应该还是很期待这个赛季的,新的主帅,新的战术。 但是会不会想念教授呢? 罗掌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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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